現在我們要多少量 多少量是公升嗎 對 幾公升 台上主持人出題 台下民眾踴躍舉手搶答 這是由縣府稅務局所舉辦的稅務宣導活動 除了各式稅務宣導攤位之外 更準備相當多摩彩品 及有獎問答宣導品與民眾同樂 以輕鬆的表演來吸引民眾參與 就是希望將誠實報稅 以及節能減碳響應發票一化的觀念 能向下扎根 給我們了解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不懂很多 對大家都有幫助 增加知識 增加很多的知識 消費東西的時候 就是要跟那個店家拿發票 增加稅收 增加國家的稅收 消費者在購物的時候 要記得要索取統一發票 尤其是在這種節能減碳這種政策之下 我們更希望能夠民眾能夠踴躍的 用無實體來索取這個電子發票 這個對整個我們這個地球的一個暖化 會比較減少 稅務局愛心不落人後 此次辦理稅務宣導活動所目的的愛心發票 捐全數捐贈各社會福利團體 為公益盡行盡力 我們準備用捐發票做公益的方式 尤其是讓民眾以發票來換取我們的宣導品 然後我們將這些統一發票 就捐給這個弱勢的團體 作為他們一個經費的一個挹注 議員張世民肯定此一活動舉辦 他也提到 許多法令已不合時宜 期盼相關單位能夠多加舉辦講座 與民眾近距離溝通 並將民眾反映的問題 積極向中央來傳達 因為有這個法令已經不合時宜 這方面 尊重是國家的法令 中央的法令不對 地方的政府也應該有資源 我總是希望說 這個責任 稅務的這條利用的責任 是直接對八成 我們也希望辦更多的作答 來讓八成對到不滿意的部分 我們來一步一步細細地跟它討論 但是今天總是看到我們稅務局 很認真在辦活動 我們也要跟它加重 我們現在也要提前稅務局 是不是跟八成比較不滿意的 跟八成比較偉固的部分 來跟它們作答 來反映到中央 議長何勝峰表示 報稅讓國家建設及經濟 可以更健全發展 期許透過宣導活動 灌輸民眾購物消費 索取統一發票 與正確的納稅觀念 民意新聞索取統一輪 竹山採訪報導